即8月7日美国对伊朗的非能源领域制裁实施后 下一轮于11月5日针对伊朗石油等 能源行业的多方面制裁也会陆续重启 届时世界上的大多数石油买家 或与伊朗有大宗商品交易往来的客户 或将无法使用美元向伊朗付款 因为除了限制石油交易外 据路透社报道 即将于下周生效的经济制裁还将涉及伊朗政府 购买美元、黄金等贵金主交易 与伊朗货币相关交易 与伊朗政府发行主权债务相关活动及汽车行业 工业用石墨、钢、铝煤炭和软件等 虽近日有外媒传出美国或将允许伊朗 继续使用Swift体系 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官方的回应 这就意味着美元正式限制伊朗石油结算的大限将至 按美国金融网站的解释就是 因为Swift国际资金清算体系 尽管其总部位于欧洲 但美元却是实际的主导者 换句话说Swift就是伊朗从事石油等出口业务 资金结算的重要国际金融生命线 而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作为应对货币危机的措施 伊朗数周前还紧急计划从德国调取3亿欧元件钞 并用飞机运回国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3日报告称 目前德国政府代表已经证实存在 相关空运3亿欧元现钞回伊朗的计划 据悉这些现金将提供给无法使用信用卡的伊朗人 另外 伊朗驻俄官员麦赫迪进一步向该俄美表示 欧盟为与伊朗进行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 而成立的金融机制也即将于11月启动 我们曾提及作为替代Swift并独立于 美元的新的欧盟金融结算机制 将帮助各国能够绕过美元进行交易 虽然 目前伊朗的石油出口量下降快于预期 但伊朗为防止因美元限制而失去国外客户 伊朗也早就开始布局 比如计中国在三个月前用人民币结算首单石油后 伊朗获在近日更是将大量原油 提前存在中国的保税仓库中 据伊朗国家邮轮公司上周对路透社表示 该公司正将2000多万桶原油运往大连 我们将决定是将原油卖给其他买家还是中国 我们根据船只追踪和港口数据发现 将于11月抵达目的地的9匹伊朗原油船货中 有6匹运往中国 印度和希腊各有一匹 另外一匹运往一个尚未确定的亚洲港口 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 中国从伊朗进口了大约65万桶每日的石油 截止到目前中国买家并未显著缩减伊朗原油进口 因此伊朗将大量原油提前储存在中国 这一举动将会非常关键 而实际上 面对美元限制结算的大限 伊朗经济早已开始布局 在去年底 伊朗官方宣布与中国的贸易完全去美元化 而早在2016年1月伊朗就宣布 在与外国进行交易时停止使用美元结算 使用包括人民币、欧元、卢布等货币签订合同 同时伊朗也在今年2月宣布 可能要发行以原油等战略资 原作为实物抵押的数字货币以绕开美元交易 而在今年初 委内瑞拉就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发行了石油币 为应对接价取多国或将无法使用美元买石油的困境 伊朗央行更是宣布降人民币 列入主要外汇货币并取代原来美元的位置 这也就是说伊朗在向中国出口原油过程中 使用人民币从而绕开美元结算或以顺理成章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据日本经济新闻10月25日报道 伊朗石油部长在加内8月宣布 法国道达尔已经正式退出 开发南帕尔斯天然气填的协议 据伊朗当地的报道显示 预计道达尔持有的权益今后由中国的石油公司承接 我们曾提及伊朗在2017年7月 就总额48亿美元的业务与道达尔 和中国的石油公司达成协议 如果能促成合作 这将有利于伊朗向中国出口原油天然气过程中 扩大人民币的使用量 同时伊朗的石油产业获在石油美元大限将至 与美元正式了断后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接下去 中国也正在扩大人民币的原油定价能力 而据盛宝银行最新预测 现在许多产油国非常乐意用人民币结算原油交易 这就意味中国有了第一笔以人民币计价的中东石油进口协议后 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笔 一旦开了个头就意味着打开了 石油人民币和包括伊朗在内等多个 产油国未来合作更广阔的空间 换言之石油人民币或将成能 主导亚欧原油定价权的一张王牌 而这其中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更是促进 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 和石油人民币经济秩序的关键因素 进而打破或绕过美元石油美债 这个维持了40多年的体系 而更长远的意义则意味着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更上一层楼